我們就是採最高的一個標準 就先制止我們居家隔離三天 基隆市長林又昌 步出市府大樓 宣布即刻起開始居家隔離 因為他曾經接觸過一名確診者 基隆市疫情記者會播放市長自錄影片 說接下來會進行居隔 因為市長跟染疫者有所接觸 最早是一名警察陪朋友 去看醫生 兩人雙雙確診 而朋友的另外一位朋友也確定染疫 衛生局擴大匡列 遠景同事也確診 但因為結果25號中午才出爐 還沒有暗號 不過追蹤發現第二名染疫遠景 24號晚間在沒戴口罩狀況下 跟市長林又昌同台 林又昌25號下午1點16分才收到通知 但之前他參加了一個既定行程 林又昌一早10點出席海科館開幕典禮 教育部長潘文忠也同台 兩人在合照時曾短暫取下口罩 指揮中心建議潘文忠需要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所以剛才那個林市長那邊有給我電話 那我建議他先當然先採檢 那第二個可能就建議他先居家隔離 三天再採檢 然後再來做判斷 看診篩出援京也確診 而遠景同事也染疫 接觸者進而擴及及龍市長 林又昌全台第一個接觸過確診者 進行隔離的地方首長 不過他公布PCR採檢結果是陰性 請民眾放心 近新聞 兩岸陳曾俊瑋財長報導 臨時 昨旅 she 李是 軍事 李是 你 李是 李 李 感谢观看